顾安一脸骄傲地炫耀我妹妹农场的水果 吃了就没说不好的 就算没有我们发的朋友圈 那些顾客来买了第二天肯定还会来买 用不了多久你这里也会热闹起来 话虽然是这样说 但这还是他们的功劳啊 霍长风知道说那些感谢的话都是虚的 他把这几个好伙伴对自己的帮助都记在心里 等在攒点钱 有了买水果的本钱之后就可以还钱了 谢景生今天也来帮忙的 霍长风这里的水果卖得比较贵 但是除了那些看暖暖他们朋友圈慕名而来的富豪 还有不少其他顾客来买水果的 大多数女生都是往谢景生那边走的 很难不怀疑 他们都是被谢景生那张脸吸引来的 三人拿着一个苹果啃 告别霍长风和霍奶奶离开了 霍长风站在店门口 看着他们的背影久久没有离开 脸上的笑容越来越轻松 这才是少年该有的样子 完全没了以前的阴沉和孤狼一般的毒 霍奶奶从他身后走出来拍拍孙子的肩膀 霍长风啊 你要记住他们 记住他们对你的好 以后一定要报答回去 这辈子都不能忘了 霍长风认真点头我知道的奶奶 因为水果店实在太忙 霍长风不得不考虑招收店员的事情 虽然要发工资有点舍不得 毕竟穷了那么多年 有点扣也正常 但还是他和奶奶的身体要紧 更何况他还要学习呢 现在不管做什么都不能单个学习了 想了想霍长风决定就在桶子楼 找两个老师且手脚麻利 以前对自己和奶奶也颇有照顾的人 都是一起生活了好几年的 大家也都知根知底 霍长风用起来也放心 想好之后 他就拎着一些水果上门去找人了 霍长风这边的水果店逐渐走上正轨的时候 暖暖顾安以及谢景生也坐着直升飞机来到北边了 这边的气温比南边的要低一些 奥地斯所在的地方海拔也比较高 气温就更低了些 布冷也不是太热 虽然森林里蚊虫蛇蚁多了些 但带着蛆虫的药包也没啥大问题 谢景生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地方 偶尔看见树上挂着的蛇身体都紧绷了 顾安哈哈笑着安慰别害怕啊 有乐乐和小七他们在 这些蛇可不敢靠近我们 而且我们身上也带着药包呢 话虽然是这样说 但是只在树上电视上看到过蛇 从来没真正见过蛇的谢景生 在看见这种生物的时候还是有些不适应 怕倒是没多怕 后面就习惯了 但在看见那只霸气浑然天成的白虎时 谢景生脸上的表情虽然极力保持着淡定 但内心还是有被震撼到 他只在暖暖的手机相册中看到过这只名叫 奥地斯的白虎的各种样子 读照的时候仅仅是从照片上都能看出 他属于森林之王的锐利和霸道 强大的气场让人只觉得帅气又狂野 是男孩子都会很喜欢的那种强大的野兽 和暖暖相处的照片中 这只森林之王却像是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只从那双金色的毛子里都能看出 他一只老虎对小姑娘的宠溺 有点像是爸爸宠自家姑娘的那种温和 这种眼神谢景生也的确在顾叔叔身上看到过 以及暖暖家的不少动物都是这么看他的 特别是乐乐 莫名的有种这些动物都在抢顾叔叔位置的错觉 今天是谢景生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见到奥地斯 被白虎那双金色的兽童盯着 饶是平时冷静稳重的少年 此刻身体也有些紧张僵硬 奥地斯实在是太大了 气势过于强势霸道 第一次见面能在他面前还站稳心态 没崩表现就已经很不错了 迈着沉稳的步子 慢吞吞走过来的奥地斯指 淡淡瞥了新来的陌生人类一眼 就淡淡地收回了自己的视线 那双强势霸气的金色眼眸 落到他身边精致漂亮的少女身上时 却肉眼可见地柔和了下来 直接走过来 大脑袋就对到了暖暖怀里 力道把握得特别好的 轻轻蹭了蹭 暖暖抱着奥地斯毛茸茸的大脑袋 特别开心地笑了起来 那种由内散发的喜悦笑容 总让人看着非常治愈 奥地斯你有没有想暖暖呀 我好想你啊 暖暖捏着大白虎的耳朵 软糯糯的声音嘟嘟囔囔地说了好些话 几乎把自己上学的时候 再做什么交了什么朋友 还有给自己找了个古琴师傅的事情 都给说了 不管有没有听懂 大白虎都非常耐心地听着 瞧着真是纵容极了 像极了老父亲 听自己乖女儿说话的样子 谢景生有些愣神地看着 这一幕只觉得很不可思议 但莫名又透着理应如此的和谐 顾安双手插腰抬着下巴 非常得意 怎么样怎么样 有没有被我的妹妹震撼到 是不是很厉害 我告诉你 这森林里的动物 就没有不喜欢暖暖的 那一脸嘚瑟炫耀的样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被动物团宠喜欢的是她呢 不过说真的 虽然在顾家的时候 看暖暖和乐乐相处已经习惯了 真正看到她和这只老虎相处的时候 还是挺震撼的 毕竟乐乐虽然是狼 但她也是从小在顾家养大的 但这只老虎是真正的野生白虎啊 暖暖向奥地斯介绍了谢景生 大白虎骄傲地养着头 凑她身上绣了绣 记住了谢景生的气息 天知道在谢景生凑过来的时候 谢景生的心跳都加速了 之后就是和奥地斯一起去她住的地方 然后暖暖和过安熟练地搭帐篷 乐乐和奥地斯也在帮忙 很快就弄好了 天空传来一声英鸣 紧接着一只野兔子被丢了下来 兔子已经死了 谢景生看暖暖和过安的表情就知道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最终这只兔子被做成了他们的下午饭 吃饱喝足在周围溜达逛了一圈消食 然后他们就惬意地躺着咸鱼了 谢景生看了眼天色 走进帐篷里把所有东西都收拾整齐 然后拿出一本书坐着翻看了起来 过安都到这里来了 你也不用这么卷吧 谢景生淡定地看了他一眼习惯了 反正现在也没什么事 好吧 学霸的世界他是不懂的 谢景生的作息很规律 大概是和他爸学的 谢叔叔看着就是那种很注重规矩 并且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的人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 他的习惯大多数都是偏向自己父亲的 因此在十点的时候 谢景生不仅自己要睡觉 还让暖暖和顾安也早点睡 顾安一脸的不可思议哥 你真是我亲哥 现在这才几点啊就睡觉了 你还是不是年轻人了 暖暖啥也没说 如果让他现在睡觉的话 他也会乖乖地去睡的 完全没有意见 顾安哼了一声 我还想打游戏呢 谢景生也没多说什么 只不过顾安拿着手机 很快就收到了好几条消息 论作息规律的重要性 熬夜猝死的概率有多大 经常玩手机 对身体的伤害 作息不规律 经常熬夜打游戏的人 最后都怎么样了 熬夜早突的烦恼 或许下一个人就是你 顾安 我人民币锦号 at新号与人民币at 他面无表情地看向谢景生 妈的拳头硬了 谢景生淡定地看过去 暖暖这时候已经点开哥哥手机上谢景生发的那些资料 小声念叨了起来 作息不规律 熬夜对身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特别是对于一些正在长身体的年轻人来说 近视眼 脱发早秃 对心脏和肝是很严重的负荷 还有肾 暖暖睁大了眼睛 原来熬夜玩手机有这么多危害的呀 哥哥快走 去帐篷里早点睡觉 把你的手机给我不准再玩了 顾安 不要啊 现在的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啊 但是在暖暖的坚持下 他只能眼神忧愿地看了谢景生一眼 然后心里骂骂咧咧地钻帐篷里去了 进去之前 他甚至还听到谢景生问明天六点左右起来 出去跑步 顾安亮呛了下 恼怒的声音从帐篷里传来 谁起这么早跑步啊 爱去你自己去 谢景生没和你说话 我再问暖暖 暖暖点着小脑袋好的呀好的呀 可以说非常积极主动的配合了 顾安 他以为自己这么早会睡不着呢 但事实上他在帐篷里滚了几分钟 然后就深深地睡过去了 因为早睡 第二天 顾安竟然奇迹般的在六点左右就起来了 而且整个人神清气爽的 虽然起来的时候暖暖和谢景生已经收拾好并且穿着运动服走出了帐篷 而他顶着鸡窝头从帐篷里探出一个脑袋 暖暖看见他顿时就惊喜了小哥哥你起了 我们一起去跑步呀 奥地斯 乐乐都站在两人的身边 看样子是要一起出去的 反正没事 顾安抬了抬下巴一脸傲娇心吧 看在妹妹你真诚地邀请哥哥的份上 我就勉强和你们一起跑步了 谢景生 其实你也可以不必这么勉强 奥地斯的领地很大 而且暖暖都已经熟悉了 带着谢景生和自己小哥哥慢跑 奥地斯甩着尾巴不紧不慢地巡视自己的领地 他没有跑 因为他一旦跑起来 这些两条腿的人类就只能看得见他的尾巴尖尖了 某只老虎自豪地想着 两条腿的果然跑得太慢了 但是他家的人类小孩是两条蹄中最最最可爱的一只 完全不接受任何反驳 饿了 三人一起跑步回来 暖暖摸着自己的额肚子嘟闹 顾安现在已经完全累死了 直接没形象地坐在地上大喘气 不跑了不跑了 以后再也不跑了 谢景生看了他一眼 休息一会儿就去做早饭 他们每次带的东西都挺全 一些比较大的东西甚至是直接放在这里的 每次来的时候 取出来收拾清理一遍就能继续用了 谢景生做早餐 暖暖就过去帮忙 景生你会做饭的呀 谢景生拿出手机不会 但是我会跟着视频做 暖暖 那我们吃什么 少年垂眸问他你想吃什么 暖暖 现在就不做太复杂的了吧 我记得有袋皮蛋来着 就做皮蛋瘦肉粥 嗯 可以 暖暖问顾安哥哥 你要吃皮蛋瘦肉粥不 顾安我吃什么都行 然后谢景生就在手机上搜索皮蛋瘦肉粥的教程来 暖暖举手 眼睛亮亮的这个我会 少年顿了顿 将手机收起来那你来说 我来做 我来做就可以了呀 谢景生垂眸 眸子里带着浅浅的笑 可是我想学做饭 你教我好不好 暖暖嘴角立马扬起了笑容好 我教你呀 于是一个指挥一个做 谢景生有条不紊的执行每一个指令 最后的成果还是很不错的 两人都挺有成就感 吃完早餐 顾安就缓过来了 然后看谢景生和暖暖都在看书写作业 他挠挠头 感觉现在自己不做作业是不是有点不合群啊 顾安 就有些后悔带着谢景生一起来了 这个人 这个人特么的是卷王吧 之后的作息基本都是如此 早上六点左右起来出去跑步陪着奥地斯巡逻他的领地 回来做吃了简单的早餐 然后看书写作业 中午饭吃完后就去森林里逛一圈 暖暖和谢景生一起辨认森林里的一些植物 书上看的再多 也不及在现实中亲眼看着辨认学习来得更融会贯通 暖暖在这方面完全能教谢景生了 毕竟都出来好多次了 自己看书学了不少 之前和于伯伯一起也学了不少 于是 现在森林里就经常出现这样一幕 在一些植物面前 十一岁的少女教得认真 他身边比他高出不少的清俊少年学得也认真 在他们身后 奥地斯和乐乐不紧不慢地跟着 天空盘旋着几只漂亮的海东青 顾安 顾安早跑不知道哪里去了 他们在外面玩了两三个小时就回去睡午觉 等下午吃完饭之后就继续学习 暖暖 要刺绣或者画画 然后陪着奥地斯乐乐他们玩一会儿 晚上十点之前准时睡觉 就算顾安再怎么不情愿 他的手机都被搜走了 几天时间下来 就差不多习惯了 晚上没有手机陪伴 准时睡觉 准时被叫起来去晨跑的日子 顾安几乎每天都在感叹我年纪轻轻 就已经过上了老干部的生活了 说着 眼神家颇为优怨的 看了谢景生一眼 谢老干部 景生 这是规律作息 对人身体好的 怎么就老干部了 在这深山老林里待了大半个月 虽然是在豪门贵族长大的少爷 谢景生平时都没吃过什么苦 但不代表他不是不能吃苦的人 这里的一切生活都要自己动手 谢景生却很快就适应了 甚至他做的饭菜可比过安做的要好吃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是跟着手机上的学习 或者暖暖在旁边指挥 但只几天的时间 谢景生就已经完全能自己做了 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自己的帐篷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偶尔还会帮暖暖叠一下衣服什么的 做饭的时候也要努力把味道做到最好 还有看书写作业 即便是在放假期间 还是在山里 他都从来没落下过 暖暖就屁颠屁颠地在他后面跟着一起学习 过安再不情愿 暑假作业还是要做的 看书的话更多的时间是看关于计算机方面的 偶尔在电脑上悄悄带马 每一天的时间都过得很充实 不知不觉间大半个月就过去了 他们收拾好行李和奥地斯一一惜别 就带着乐乐回老家去看望瑞克他们 瑞克瑞奇两兄弟的领地 如今已经发展成了那一片区域最大最强的雪狼群 还没靠近他们的领地 寒风中就看见两头毛色雪白的雪狼冒出了头 因为常年生活在雪山的原因 这里的雪狼皮毛要比乐乐的厚实许多 风一吹 层层叠叠的像是波浪一般涌动 暖暖看着那两只雪狼眼睛都亮了 紧接着从脖子上取下一个小巧的哨子吹了起来 哨子细长的声音仿佛穿透了寒风 悠悠飞到了更深更远的地方 远在雪山山谷中的安妮他们听到哨声就扬起了脑袋 雪白漂亮的头颅 冰蓝色的狼毛尽显傲气 在高处站着的两头雪狼动了动耳朵 紧接着伸长了脖子熬屋嚎叫了起来 他们从高处跳下 踩在雪地上轻松跑到了暖暖和乐乐身边相互蹭了起来 垂下的毛茸茸大尾巴也小幅度地摆动着 大狼二狼 没错 这两只就是乐乐一窝生的兄弟 不过 乐乐和他们站在一起要更高大些 和野外动物鸡一顿饱一顿不同 乐乐显然被喂养得很好 再加上之前和奥地斯一起出去捕猎的大半个月时间 他身上在家里养的那些肥镖都变成紧实的肌肉了 体格看起来还是相当唬人的 但比其雪狼们在雪山里常年的厮杀野性来说 乐乐看起来就更温和一些 乐乐和自己的兄弟们打了个招呼 就继续站在暖暖的身边 不久之后 越来越多的雪狼聚集围到了这边 谢景生一眼就看出了狼群中有两只和其他雪狼气势都不一样的 更自信 更强大些 瑞克瑞奇 原来这就是暖暖一直在嘴边念叨着的雪狼两兄弟 也是这群雪狼的狼王 狼王当然只有一只 至于另外一只 在狼群中就相当于将军一般的存在 瑞奇你的脸怎么了 暖暖连忙抱住瑞奇的脑袋 看着他脸上斜着从眼睛贯穿的疤痕惊呼 上次来的时候都还没有这个伤疤呢 几乎半张脸都被伤到了 瑞奇 是不是很疼啊 瑞奇低头在暖暖身上蹭了蹭 好像在安慰表示自己不疼 野外的生活一直都是残酷的 他脸上的这道伤疤是和另一个狼群争斗的时候留下的 而且只是留下了伤疤 没有丢掉性命那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暖暖也知道 但看着还是心疼 因此在拿出肉喂他们的时候 瑞奇得到了格外的关注 被暖暖头喂的最多 他们在距离雪狼群不算太远的地方扎了帐篷 暂时住了下来 雪山上太冷了 住一个星期左右 他们就得回去了 第二天 乐乐就和雪狼们一起出去捕猎了 就算在家里的时候 他捕猎的技术也没落下 还和奥地斯学了不少单独捕猎的技巧 体格也大 在狼群捕猎的时候一点没拖后腿 暖 暖大多数时候都是在狼群中帮忙带仔仔的 狼群中又新增了一批肥嘟嘟的小狼仔 因为狼群强大 每天多多少少都会带些猎物回来 所以狼群里的小仔仔们都被养得很好 抱在怀里揉肚肚的 暖暖都舍不得放手了 景生你看 这只是不是比其他的都要壮一些 一堆小仔子被放在一起 软呼呼奶声奶气的嗷嗷叫 简直不要太萌 暖暖感觉自己的心都要化了 谢景生蹲在暖暖旁边 伸出一根修长的手指 戳了戳其中一只小狼仔 肉嘟嘟的小屁股 然后那只小狼仔 大概是底盘不怎么稳 背轻轻一戳 整只小仔仔就往旁边倒下去 还滚了两圈 爬起来后 跑到暖暖身边 一个劲儿的嗷嗷叫 小眼神还时不时看谢景生一眼 像是在告状 谢景生 应该是自己看错了 他看向暖暖指着的那只狼仔 的确要比其他小狼仔都飞一圈 嗯 要胖些 暖暖哈哈笑了起来 他的 妈妈就只有他一只仔仔 每天都吃得特别饱 所以也长得格外的胖 和别的小狼仔一起玩的时候 其他小狼仔每次被他压住了半天 都爬不起来 还被压得嗷嗷惨叫 狼群去捕猎的主力军回来了 老远就听到了狼群的叫声 暖暖从这些叫声里面 听出了满足和喜悦 狼群捕猎回来了 这次的猎物好像还挺多 谢景生想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但想到暖暖身上的神奇之处 就不问了 反正比起能听懂狼群的叫声里表达了什么 明显是这兽动物喜欢的体质更离谱些 顾安抱着两只胖嘟嘟的小狼仔 暖暖身上也挂了好几只 最后的两只也给谢景生抱着 往狼群吃东西的地方跑去了 这群狼还挺爱干净的 吃东西有固定的地方 就像是他们的餐厅一样 在这样的地方 就算一顿吃不完 也不怕第二天会腐坏了 就算放好几天都没关系 但是狼群里这么多狼 每次就算补再多的猎物 顶天了吃三天 就没了 最后的骨头还被他们抱着反复啃 直到上面再也没有一点肉了 这才将骨头丢弃 这次捕捉到的猎物很大 是一头射香牛 甚至还有一只炎羊 两头大猎物 血淋淋的被狼群拖着回来 而且这群出去捕猎的狼 还是吃饱了才回来的 这两只猎物 就足够他们吃两三天了 看见那血淋淋的场面 谢景生有些不适 但他第一个举动却是下意识地去捂住暖暖的眼睛 突然被遮住视线的暖暖眨了眨眼睛 捡翘浓密的眼睫毛像是一把小刷子似的在少年手心扫了几下 景生怎么了呀 谢景生你没有觉得不是吗 连他看着都有些不舒服 以前吃的东西基本都是已经处理好的 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暖暖摇头 一只手扒拉着他的手露出一双过分清澈干净的眼眸 圆溜溜的灵动极了 我看过好多了 暖暖弯了弯眼睛带着笑语 有时候还看见奥地 撕捕猎了 已经习惯了 谢景生有些诧异 你不是很喜欢动物 他以为暖暖会感到不适 暖暖点头喜欢的呀 但是雪狼我喜欢 那些食草动物我也喜欢 可是不让雪狼 他们吃东西也会饿死的呀 这是自然规则 我喜欢也不能破坏规则的 雪狼们会被所有食物都吃完 尊重那些死掉的动物就好了 暖暖喜欢看动物世界的纪录片 他能从里面学到很多东西 在动物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怜悯 他们只有生存 人和动物是不一样的 他虽然喜欢动物 不管是食肉动物还是食草动物都喜欢 但却不会插手自然界的规则 而且他自己都吃肉呢 谢景生听完暖暖的话 忽然笑了起来 暖暖睁得圆溜溜的眼睛 看他景生你笑什么呀 谢景生揉揉他脑袋 没什么 只是我以为需要保护的小花 其实自己也很坚强 很厉害 暖暖年龄虽然小 有时候看懂的东西 却比大人还要多 对我来说 固我让你拿下来 再给我保护的小花